第1307集 江湖不是白混的 电梯箱里一共五个人 莫小瑜和苏菲是最晚进去的 自然是站在这三个白人的前面 开始时莫小瑜没注意到后面这几人在嘀咕什么 仔细一听才听出来 他们正在对苏菲的屁股平头论足 虽然用的是英语 好像笃定莫小瑜和苏菲听不懂似的 莫小瑜脸色一变 马上就要转身给这三个家伙一顿教训 但是挽着莫小瑜胳膊的苏菲 感觉到了莫小瑜的动作 及时用力地扭了一下她的胳膊 莫小瑜看向苏菲 苏菲微笑着看她 看上去还很高兴的样子 莫小瑜心里那叫一个活气十足 我说你们两个小心点 这里不是美国 我们来做什么都不知道吗 做完这一票 我们可以去内地找更多的女人 可以去北京 当然如果你有本事 可以带回到美国去 玩腻了就卖给唐人街的合一帮 还可以卖一笔钱呢 另外一个人说道 莫小瑜的愤怒可想而知 但是苏菲在身边她也不想惹事 再说了这个时候电梯也到了楼下大厅了 莫小瑜和苏菲率先出了电梯 这几个王八蛋 你拦着我干什么呀 我非得教训他们一下不可 莫小瑜说道 哎 犯得着吗 你现在可是大富豪 和几个小混混打架 那可是有损你的形象哦 好了 我们去吃早茶吧 苏菲挽着莫小瑜的胳膊 继续走向茶餐厅 走了几步 莫小瑜回过味来说道 哎 你还记得刚刚这几个人 在电梯里说了什么吗 说我屁股翘啊 怎么 不翘吗 苏菲笑道 不是这些 不是这些 那是什么 哎 你呀你呀 当然还有别的了 他们说在香港干闻这一票 就可以去北京 找女人玩了 对吧 苏菲问道 没错 哎 那他们说的这一票 你觉得到底是啥 那我哪知道 说不定这些人是小偷呢 苏菲和莫小瑜找了个位置 等待着殷康宁的到来 有可能 但是这事啊 我觉得没那么简单 皮特刚刚离开了这里 对他们来说 这里岂不是最好的藏身之地啊 我说的是那些操盘手 这几个人又是白人 还是从美国来的 莫小瑜嘀咕道 行了 不要瞎想了 说不定是干别的呢 这里是国际大都市 这里来往的美国人很多 不会这么巧合的 苏菲说道 莫小瑜点点头 也觉得这样就能找到 对方的刀子在哪儿 这也太容易了点 哎 他们来了 英左 这边 莫小瑜看到了 殷康宁到了门口 起身招呼道 殷康宁看到 莫小瑜的身边 又换了个女人 愣了一下 还以为莫小瑜在香港 一定会找那个陈律师呢 没想到 又是一个美女 老弟好福气啊 吃个早茶 还有美女相伴 不像我 孤老头子一个 殷康宁笑道 嘿嘿 殷总说笑了 大家都认识 我就不介绍了 坐吧 我都快饿得不行了 莫小瑜说道 殷康宁坐下之后 说道 哎 没想到啊 球业操作这事 还真是个行家离手 看来这方面的经验很丰富啊 看着银康宁高兴的样子 和昨天的气色完全不同 昨天的样子 连莫小瑜都相信 他可能下一秒就要跑路了 但是今天的气色 仿佛是要大干一场的前兆 啊 可不是吗 球也是老江湖 干这事啊 确实比我们技高一筹 但是重要的是 接下来该怎么操作呢 汉顶集团的危机还没过去呢 莫小瑜说道 哎呀 谁说不是呢 我找你吃这个早茶啊 就是想待会你我一起 再去球业那里的 咱们商量一下 接下来该怎么办 宁康宁说道 莫小瑜看了看苏菲 苏菲急忙说道 啊 你忙你的 我自己出去逛逛街 买买东西就行了 还不行啊 家家出事之后 我对香港这里的治安 很不放心的 虽然对方那是奔着我来的 但是我把家家一个人放在酒店里 也是我的错 这样 你还是跟我去吧 莫小瑜说道 对 还是小心些好 英康宁也这么说 莫小瑜这话让苏菲感到一阵难受 因为家家 她和家家也可谓是生死之交 尤其是两人在巴黎庄园里坚守的那段时间 虽然是吵吵闹闹 但是两人到了凤凰岛之后 却是无话不谈的朋友了 她也是为莫小瑜的话感动 听了完颜柔家出事 她对来香港也是心有余悸 但是只要是跟着莫小瑜 她的心里就是有底的 林总 酋爷到处在找那几个操盘手在哪 我刚刚就遇到三个白人 应该就住我楼上 他们谈论的虽然和股市无关 但是我直觉 这几个人绝不简单 可以让酋爷的人重点关注一下 四季酒店这边 莫小瑜说道 好 那太好了 对了 你的钱什么时候能到位啊 这几天肯定还是跌 林康宁说道 跌了好啊 我们还可以多转一点 莫小瑜说道 老弟啊 再跌就跌破发行价了 那样的话 汉顶集团的股票可就臭大街了 林康宁无奈的说道 林总 你感觉现在没臭大街吗 短短半个月暴跌80% 现在香港的股民 怕这早就失去信心了 莫小瑜说道 哎呀 这也是我今天在想去找酋爷的原因呢 看来他在媒体方面是有些关系的 看看能不能在媒体上 登一些有利于汉顶集团的消息 慢慢重塑汉顶集团的股市信心呢 林康宁说道 啊 那你可得准备一个好剧本啊 中国的股市 涨跌哪都是有故事的 你准备一个好故事 说不定讲好了 股价就能重新拉回来呢 莫小瑜说道 林康宁听了莫小瑜的话 笑笑说道 呵呵呵 你小子现在都快成人精了 这事你也知道啊 哎 股市股市 故事故事嘛 这都是一样的嘛 故事讲得好 股市自然就好了 莫小瑜调侃道